我是你的教练杨大神 现在我在我们杨大语门学院 带我两个哥们来练一练 这个所谓的双打连贯 因为连贯这个东西呢 是个玄学 为什么呢 是不是你们跟厉害人打 感觉你的每一个球 他都知道你会打哪里 其实呢 他是有套路在里面的 那今天呢 我就带我两个兄弟 教大家 比较常见的双打连贯的套路 这些都是根据人的习惯 这么多年语门发展 总结出来的套路 好吧 那我们今天用的球大师 是火箭11 这是对标弓箭11的一款 超级性价格球拍 他们的红色 蓝色 包括我这个3U的紫色 都是卖得很好的 我们的球拍 千万不要问我好不打 因为我做的 我当然做好打了 但是呢 重点是你要自己试 你要通过自己的尝试 找到你喜欢的东西 我也想到就是套路店铺 国源选 你们可以直接买 好打你就留下 不好打你就退给我 对吧 我对我的产品肯定有信心 那我们来开始吧 教你们最简单的几个套路 好 那我们搞清楚 大家最容易做的习惯是什么 就是在打球的时候 我们在防守 在抽球的时候 人的应激反应 它是发力 那发力就是以直线为主 对吧 它当然不排除 它来个神烂自比 一个对角 一个对角 对吧 当然不排除肯定会有 但是我们打的是概率 球大部分是以直线为主 好 那我们首先来个很简单的 我们往前 怎么通过我们的调度 就让你来起球 我们从揭发球开始 如果你揭发球 你打过去 那个球是平的是往上的 它肯定不会起球 对吧 它一定是往下 才能起球 放下球 大家看到有细节 来 细节是放完之后 球跟着人上 就是我球还没过往 我人已经冲到你面前了 那会给对方一个什么暗示 只能起球 对 只能起球 那如果我只放一个往 我不往前跟着一步 我放一个 那我也再放一个 对 那他也会再放一个 对吧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不管没球也没打到 人你过去 这一点是会给对方 心理压抑的 对不对 那好 这种情况给别人压力 才揭发球上有 还有什么地方会有 还挺起球 no 还有什么 还有我的搭档在掉球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对 如果我搭档你后面进攻去 好 如果我在往前去进行凤凰的时候 我站在往前不动 对方也是没有压力的 对吧 我在往前 哎 我 走一走 对方在防守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怕呀 对吧 那是不是更好连贯了吗 因为你已经给对方的压迫感 对不对 我打不到球 对 我就打不到 我都吓你 主可以吧 你会吓到对方的 因为你在往前一动 对方在防守 就往前的哥们怎么一直动啊 对不对 他为了保安起见 他肯定会跳球 继续给你杀 是不是 好 那还有什么情况会出现 他进攻 你不会只杀球的 你还会吊球吧 你吊球那个球 我不傻 我耳朵不聋的话 我分的心 杀球是蹦 吊球是不 对吧 好 你吊球大概一出 你球还没过往 对不对 我站这边 我就站在手中 你吊球的落点这个位置 对方敢放往吗 是不是又得起给你 所以说呢 我们打球 人的移动很重要 我先不谈你能不能打到球 你要先冲过去吓了别人 对 这种东西 有了我们再来谈连贯 就会好非常多 因为你这个一出去 会吓了别人 别人就会手抖和紧张 才会落入到我们的圈套里面 如果你只是站着 不去压迫 我们这个连贯永远不成立 那我们现在是讲的 我们要做连贯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就是要有压迫感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 我们就来给大家讲 我们怎么样去连贯 阳山大的语码学院过年也不消息 随时随地 欢迎你来提高语码技术